开局就名落孙山的男主你见过没 别人初中毕业他遗憾落榜 而他最久的老父亲遇上了善良的神父 咱们的男主青野月音就有了录取通知书 开学第一天男主就被人警告 即将要去的学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月音前脚下车后脚就被断了信号 骑着单车的漂亮妹子不慎将他撞倒在地 月音反应过来的时候手却摸上了别人的大腿 年纪轻轻的月音哪里经得起这样的诱惑 鼻血刺溜一下就流了出来 女孩大惊失色 误以为他在碰瓷 伸手就要去毁尸灭迹 可当他闻到了阿月的血液 瞬间就丢失了原则 张口咬出了阿月的脖子 原来看似人畜无害的萌妹子 其实是一只吸血鬼 萌妹子怪不好意思地问他 是不是讨厌吸血鬼 月音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怎么会讨厌吸血鬼呢 他明明这么漂亮 少女高兴地扑倒了他 想和他交朋友 不是你们高中的人也太热情了吧 不但学生长得好看 老师也十分温柔 月音开始幻想 未来的生活有多么美好 没想到老师张口就是一句 众所周知 我们学院是妖怪高中 响应建国以后 不准成精的政策 妖怪只能伪装成人类的身份 开始上学 这所学校要求学生们 不能暴露真身 以免被人类发现 旁边的男学生觉得无所谓 发现人类直接吃掉就好了 听到这话 月音大气不敢出 老师却说 学校外有一层结界 误入的人类会当场被嘎 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新生 原来他就是在门口 撞到月音的萌妹子 少女名叫赤叶萌香 自从发现月音和自己 一个班级后 萌香立刻粘上了她 惹得全校的男生十分羡慕 班上的长舌男健壮 恨铁不成钢 水灵灵的鲜花 怎么可以插在牛粪上 但萌香对月音抱有好感 根本不搭理长舌男 他在平台上告诉月音 自己胸口的十字架 是用来封印身体里的吸血鬼的 一旦被扯掉 他体内凶残的吸血鬼 就会被释放出来 所以萌香自己都没有办法 萌香似乎变了一个人 再看四周的同学 月音越想越害怕 她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拎着包准备跑路 月音说这里不适合自己 太好回人类的世界去上学 月音说她最讨厌人类了 因为在人类的学校上课 同学从来不相信她的话 只有这个学院的月音会相信她 月音告诉她 其实自己也是人类 说吧月音转身逃走 月音还想挽留她 却被长舌男拦住了去路 这变态居然想对月音下手 此时找不到离开车站的月音 听到了月音的叫声 长舌男伸出大舌头 缠住萌香 月音及时赶到 却被长舌男一拳打飞 萌香立刻追了上去 他只是想交一个朋友 因为吸血鬼的身份 一直遭到排挤 所以月音不嫌弃她的身份 萌香很高兴 笑死 人外控狂喜好吗 果然月音大喊一声 就算你是吸血鬼 我也喜欢你 长舌男飞过来就给了他一拳 月音倒下前 手滑扯掉了萌香的十字架 只见赤红色的血光乍现 无数小蝙蝠附身在萌香身上 长舌被庞大的气场碾压 银发赤同欲解音 中国人的DNA冻了呀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S级吸血鬼 此时的萌香露出嗜血的眼神 长舌浑身颤抖 变身后的萌香打了个哈欠 大长腿一抬 长舌倒飞出去 再起不能 萌香压倒性的实力碾压了长舌 月音摇摇晃晃走了过去 随后就陷入了昏迷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萌香又变回了温柔可爱的样子 萌香告诉月音 离开妖怪高中的公交车 一个月只有一趟 月音不打算走来 毕竟这才刚交到一个漂亮的吸血鬼朋友 这时萌香没有忍住鲜血的诱惑 一口轻了上去 这是一个让所有男生都心动的美少女 可她只对月音有好感 并且因为缠月音的鲜血 每天早上都忍不住线上一吻 害羞的月音拔腿就跑 没想到在湖边遇上了一个扭伤脚的美少女 女孩还十分柔弱地往她怀里一倒 胸前的柔软令月音十分不好意思 别这样 男女瘦瘦不轻啊 她送女孩去医务室 才知道女孩原来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黑奈胡梦 胡梦一边蹭着月音 一边抬头和她对视 月音被眼神蛊惑 和胡梦搂搂抱抱 这一幕刚好被萌香撞见了 胡梦故意对萌香示威 想要抢走月音 萌香十分疑惑 为何月音会变成这样 下课后 胡梦直接对萌香宣战 她要把全校男生都变成自己的后宫 但是萌香却破坏了她的计划 所以她要把月音从萌香身边抢走 两个顶级美少女 为了月音争风之宿 这一刻全校男生都羡慕了 月音走过来 本打算跟萌香道歉 胡梦却扑倒在她怀里 月音让她一边玩去 别妨碍我道歉 胡梦见状气息败坏 当即使用了魅惑术 阿月两眼发直 无视了萌香 胡梦趁机拱火 说萌香没有把她当朋友 只是觉得月音的血很好喝 阿月一听 还有这种事 非常认同胡梦说的话 不知情的萌香 以为阿月不信任自己 寒泪跑开了 恢复了以之后 阿月良心不安 她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会说那样难听的话 她认为自己 必须要去给萌香道歉 一旁的胡梦见状 再次使用洗面奶秘诀 身为梦魔 她的魅惑术是顶尖的 萌香蹲在教室后 独自难过 这时她脖子上的十字架开口了 你对象是被 梦魔的魅惑术洗脑了 一旦被梦魔吻过的男人 将会永远成为她的奴隶 最终会被梦魔吸干惊气 这时候再难过 回去阿月就寄了呀 此时的阿月被胡梦推倒 热吻袭来 还好关键时刻 她把持住了 胡梦还想用魅惑术 阿月紧紧搂住胡梦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我要找萌香道歉 阿月怒了 她一个梦魔 此前从未接近别人 为了阿月做了那么多羞耻费 她竟然敢不接受自己 她立刻张开翅膀 阿月惊恐不已 臭男人 不要也罢 说着胡梦就要杀人灭口 好在关键时刻 蒙香及时赶到 一掌将胡梦打飞出去 阿月一哆嗦 如实招供 我和她是清白的 胡梦一怒 床上滚了几圈了 你还说清白 她甩着尾巴缠住阿月 硬是将她拖出了义务室 蒙香健壮赶紧拉住她 胡梦脆弱的翅膀 承受不了超载的重量 手一松 俩人就从天上掉下去 还没等阿月和蒙香反应过来 胡梦一个俯冲 今天一定手撕狗男女 蒙香一把推开阿月 胡梦打惊 竟然为了食物付出这么多 蒙香反驳 阿月不是食物 是我的朋友 这话一出 可把阿月感动坏了 伸手就是巴拉 蒙香的十字架 直见强光炸开 银发红铜的玉姐再次出现 胡梦震惊 这就是S级大妖怪的真正模样 不过她不能退缩 因为这是家族的任务 孟魔是妖怪界的稀罕的存在 因为种族数量不多 所以他们需要引诱很多男人 然后在其中挑选命运之人 不过胡梦是意外 她还没开始操作呢 蒙香就破坏了她所有的计划 说着胡梦冲了过来 蒙香直接绕后 抓住她的尾巴扔了出去 接着就是一脚 胡梦倒飞出去 吃了瘪的胡梦倒地 蒙香浑身杀气地走到她的面前 抢我的东西 翅膀都给你撕了 阿月挡在胡梦面前 吸血鬼欲解问她 脑子是不是被驴体了 竟然帮一个要害自己的人说话 阿月说胡梦也是使命所迫 她本身不是什么坏人 疼了吧哥哥 你差点就被人家吸干了 不过胡梦却被感动坏了 见此情形 蒙香只好叹气 她能怎么办 只好惯着她呗 之后阿月也对蒙香道歉了 没想到胡梦却因为阿月救了自己 将她视作秘女之人 于是两女正义男的戏码出现了 唉 有时候魅力大了也很烦恼 虽说是妖怪学院 但这个学校也躲不过期中考试 蒙香不但长得好看 成绩也好 她主动约阿月下次一起学习 两人轻轻握握惹 惹来了男生们的嫉妒 年级第一的仙童慈 在背后观察他们 这时三个混混上前拦住仙童 又是花姑娘 打打的好 仙童悄悄变出三个钢盆砸向他们 见三人被揍了 仙童哈哈大笑 可这惹怒了三流氓 拧头人伸手攻击仙童 蒙香闪现挡在仙童面前 四周人的视线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三人见识不妙 放下狠话 转身就跑 虽说仙童是年级第一 但因为魔女的身份一直遭到排挤 仙童说自己最喜欢蒙香了 今天蒙香英雄就美 她当即表白 表示要和蒙香交往 小萝莉和大姐姐贴贴 见证全程的阿月目瞪口呆 鼻血抑制不住的外流 仙童将阿月当作情敌 她百般阻拦 一气之下挥动魔法棒 控制卫生工具将她暴打一顿 阿月失望 去胡梦那里疗伤 胡梦嘴上说 什么 还有这种事情 干他呀的 心中却美得冒泡泡 只要仙童抢走了蒙香 今天就是阎王来了 也没人能拆散她和阿月 于是她开始靠近阿月 帮仙童说好话 此时仙童却在想法子整阿月 她拿出整股稻草人 放入阿月的头发 让她对身旁的胡梦上下洗手 蒙香来义物是探伤 只见阿月抱着胡梦 不受控制的乱动 蒙香以为胡梦又用魅惑术了 胡梦站起来澄清 你不要瞎说 我们这是两情相悦 阿月跌倒在地 不小心扯下了胡梦的胖子 差点因为失血过多 当场去世 这时窗外的仙童 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事情的真相 胡梦娇羞 他倒无所谓 阿月很烦躁 说他这样会没朋友的 仙童不以为然 反正已经被排挤习惯了 他戏弄了阿月之后 转身就跑 其实仙童只是嘴上不在意 他从小因为身份遭到排挤 后来他发现 与其让自己不快乐 不如让所有人都痛苦 你是仙童 养成了喜欢捉弄他人的性格 这时他在拐角处 遇上了先前整骨过的三混混 混混们决定 好好教训教训他 蒙香却阿月 不要和小孩子计较 可生气的阿月 责怪蒙香偏袒仙童 蒙香认为仙童只是太孤单 听到阿月说自己偏心 他气鼓鼓地离开了 胡梦摇头告诉阿月 魔女从中世纪开始 就遭受排挤 他们既不属于人类 也不属于妖怪 所以没有人能够理解仙童 阿月顿时心软了 混混们将仙童带到了森林 几人露出妖怪的身身 打算吃了他 仙童惊慌失措地想要反抗 就被咬断了魔法棒 这时蒙香和阿月赶到了现场 仙童却说不需要他们管自己 蒙香却说害怕了要向人求助 他曾经和仙童一样 都很害怕孤单 俩人无视了混混 紧紧相拥 混混一看 黑压还真不把他们当回事 伸出尾巴纠缠俩人 仙童咬他尾巴 混混震怒 反手就是一爪子 却被赶来的阿月挡了下来 他趁机向仙童认真道歉 仙童傲娇地不相信 但他却发现阿月受伤了 三个混混再次发动攻击 好在关键时刻 胡梦却救下了俩人 三混混死心不改 还要攻击 阿月硬气了一回 他挺身挡在三女神面前 混混没见他受伤 再次冲了上来 阿月失手拽掉蒙香的十字架 蒙香瞬间杀气四溢 仙童正大双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S级吸血鬼 蒙香懒得废话 闪仙出去去干翻了两个 最后一个人愣在原地 发生什么事了 起开吧你 最后一人落水 仙童不懂他们为什么帮助自己 阿月却说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仙童感动不已 对三人道歉 之后也因为阿月的救助 他也喜欢上了阿月 厌抚不前的阿月又过上了 被争夺后痛并快乐的日子 开始一个月收获三名红颜之急 虽说蒙香和胡梦互相争吵比较多 尤其胡梦不准蒙香吸血 阿月摆手没事还顶得住 胡梦一听 决定也使用魅惑术 蒙香立刻上前打断 下午阿月去倒垃圾 遇上了蒙香胡梦和仙童的后援团 见三人匡匡撞大墙 阿月避之不及 谁知三人围住他就是一顿暴揍 这时仙童等人匆匆赶来 他们准备报复回去 阿月本想阻止 下一秒 框刚一声 闯了祸的三人见识不妙 转身就跑 晚上阿月回想后援会的话 他觉得三人说的没错 作为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以一直让女生保护自己 另一边后援团三人 抱着偶像女神的照片 痛哭流涕 他们认为 阿月的出现影响了女神 说什么都要叫阿月赶出妖怪学院 午休的时候 仙童告诉众人 自己刚才被偷拍了 胡梦也说自己被跟踪了 俩人提议让阿月出面 蒙香知道阿月的身份 差点说漏嘴 阿月十分自责 他觉得自己太废物了 甚至保护不好两个女孩子 反而需要他们保护自己 他思来想去 决定离开学校 在他离开前 打扫卫生的仙童发现了 仙童立刻找到蒙香 三人打算对阿月杀之而后快 之前其中一人化身为散妖 不停地旋转自己的散面 可怜的阿月瞬间被吹飞出去 吊死鬼则用脖子死死缠住阿月 不让他逃走 三人决定将阿月弄死 抛尸 关键时刻阿月的红颜知己们杀到 胡梦放下俩人 飞快攻击后援团 先同释放魔法接住阿月 阿月说自己不想拖累队友 蒙香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 打得阿月一脸震惊 蒙香说朋友相互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差点被丑晕的阿月 阿月失手拽掉了蒙香的项链 哇 这冰冷又美丽的双眸 充满妖气的银色长发和瞳孔 不正是他们的终极偶像吗 变到哪里都是变态 三人大喊女神 多多责骂他们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遇见蒙香一个劈腿 直接干随他们的组合 他走到阿月面前冰冷开口 身为食物竟然想离开主人 阿月一愣 什么时候说要走了 我只是想送点心结回去 完了 这一巴掌白挨了 上课后老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小卖部安装了 能打通人类世界的电话 公车也换成了一天一半了 阿月站了起来 众人诧异 他一个妖怪这么开心干嘛 而另一边 公交司机感慨 不愧是那个人选中的人 嗯 莫非阿月还有隐藏身份 要逆袭了 但阿月对蒙香产生了好感的时候 社团活动也开始了 妖怪全员的社团生活多姿多彩 什么先亲百怪的人都有 唯独隔壁 全部是女部员的游泳部 惹人注目 阿月幻想自己加入游泳部 能看见蒙香的泳装 可惜的是 蒙香对水比较抗拒 部长大姐姐暗示阿月 来嘛 有福利哦 阿月去了 蒙香一定要去 见阿月乐在其中的样子 蒙香酸得不行 蒙香因为碰到水 转身就跑 这时胡梦和仙童匆匆赶到现场 胡梦使用技巧 色诱之术 仙童才不会让他得扯 俩人为了阿月拉扯 看得男生们极度不已 而蒙香碰了水 受到了反噬 吸血鬼恐水 平时蒙香洗漱 都是用药草兑出来的水 蒙香却执意要和阿月在一起 与此同时 阿月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他决定去找蒙香 但是泳池的部长 却暴露了真面目 他拦住了阿月 来都来了 别妄想逃 原来人鱼是吸食 男性生气而生存的 难怪他们这么开心的 让男学生入场 何者是黑心肉铺啊 蒙香来救人 却因为恐惧水而陷入昏迷 胡梦前驻敌人 让阿月赶紧去救人 阿月游过去拽下蒙香的十字架 血月升起 蒙香本体出现 整个泳池成为血池 人鱼们对着蒙香洒水 好在胡梦和仙童出手 击飞敌人 部长起身 准备亲自对付蒙香 谁知玉姐一个高抬腿 部长瞬间被踹进了箩筐里 玉姐说 阿月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蒙香 阿月十分愧朽 第二天 蒙香没有来学校 等到蒙香再回来 阿月立刻道歉 表示不会再靠近泳池 蒙香说 没关系 只要他想去 他可以在岸边加油 老师听俩人互相谦让 于是提议让他们加入新闻部 千童和胡梦也表示要加入新闻部 老师开心地直接蹦进了泳池 最近校内出现了偷窥事件 女生们人心惶惶 新闻部四位新成员 也被老部员欢迎了 这人叫森丘盈盈 她一来就给三人送上了鲜花 博得了三位美少女的好感 森丘告诉四人 新闻部的任务就是选取题材 然后发布校内新闻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选定一个合适的题材 胡梦提议 调查连续偷窥膜事件 众人都很不喜欢这个偷窥膜 不过既然要调查 森丘让胡梦和蒙香去贴传单收集消息 阿月还在好奇森丘是什么人 谁知一过去就发现 他在偷窥两人群底 阿月揭穿森丘却被倒打一耙 反而遭到了两人的误会 蒙香气鼓鼓地去了厕所 难道月音真是女生们说的偷窥狂 比起这个 他更担心今天省的胖子会不会不好看 这时十字架突然说话了 蒙香吓了一跳 十字架提醒他 要小心森丘 这人身上有股危险的细细 森丘偷窥女更衣室的时候 听见女孩们讨论 蒙香经常咬阿月的脖子 怀疑他们俩人可能在搞对象 戴了黄色眼镜的森丘 立刻想到了牙白的事情 他当时就急眼了 气得大叫一声 换衣服的女孩们听见了 立刻开窗 森丘跑了个无影无踪 但阿月恰巧经过此地 于是倒霉的阿月成了背锅侠 森丘看着下方的一幕 他有了个主意 女生不是都讨厌偷窥狂吗 但他就将棘就棘 挑拨两人关系就好了 阿月被俩人审讯 他解释说真的只是碰巧路过 可俩人还是有所怀疑 正当阿月苦恼时 森丘开始逞活了 都是好兄弟 我相信你 他把阿月带到了后院 让他去窗户那边看一看 可能有真偷窥狂的秘密 傻乎乎的阿月信以为真 他真的把凳子挪过去看 没想到那边竟然是女子更衣室 森丘马上把他偷窥的行为拍了下来 只要把照片交给蒙香 他一定会厌恶阿月 狗贼你陷害我 阿月说话的声音 被房间的女生们听见 森丘拔腿就跑 阿月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阿月被屋内扔出的东西砸倒在地 女生们将他团团围住 阿月被逮了个正招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正巧这时 蒙香路过了现场 一听阿月真的去偷窥了 大失所望 但马看别人 他还不够阿月看的吗 胡梦和仙童得知这件事后 认为这其中可能有误会 他们决定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 森丘走到失落的蒙香眼前 劝他忘记头盔狂 投入自己怀抱 蒙香一把推开 试图抢吻他的森丘 见他还不死心 森丘拿出那张设计拍下的照片 尽管铁正如山 蒙香还是坚信 阿月他不会做这种下流的事情 森丘继续添油加速地抹黑阿月 这时后面的胡梦过来说 你怎么知道现场的环境布置 照片中没有拍到 阿月站在什么东西上面吧 森丘说了嘴 马上开始狡辩 然而仙童和胡梦的问题 朝朝致命 森丘扛不住 破绽百出 于是两人推断出 森丘在误解阿月 实际上他才是那个偷窥狂 事情败露 森丘不装了 他化身狼人 猛地朝蒙香攻来 蒙香闪身躲避 这时阿月杀到了现场 为了帮助蒙香 他拼命扯掉了 限制蒙香的十字架 就在森丘要踹死阿月之时 蒙香完成了进化 S级吸血鬼出现 可森丘无所畏惧 因为今晚的月亮 是外国的月亮 狼人在月光的照射下 非常强大 第一个回合 蒙香落入了下风 狼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可突然 蒙香一抬手 竟然抓住了森丘 原来月亮被云层挡住了 蒙香便趁机 将森丘踹了出去 森丘没站稳 从桥上摔了下去 最终新闻部将 真头鬼狂公布了出去 森丘遭到了 妖怪妹子们的寻殴 不过看样子 她似乎还挺乐在其中的 新闻部经此一战 彻底复活 最近报纸也是卖的脱销 这时 叼着糖果的少女 走到阿月跟前 伸手需要一份报纸 阿月递了过去 少女凑近一步 你就是月英 比我想象的可爱嘛 三女问阿月 怎么认识人家的 月英转移话题 哎呀 可能是有过一面之缘 她也想不起来了 少女叫白雪英 她竟然和阿月一个班级 不过今天是她 第一次来学院上课 白雪告诉阿月 她很喜欢她编写的新闻 就算没来学校 也一直拜托老实际报纸呢 因为阿月是以弱者的视角 来写报道 她说自己能理解阿月的思想 感觉俩人十分相似 另一边体育老师小胡 找到班主任 说白雪开学拒绝入校 性格上有点问题 让班主任多加注意白雪 别惹出事情来 白雪和阿月在河边玩得起劲 但阿月还惦记着 和蒙香他们的庆功会 她转身想走 却被白雪一把抱住 挽留魏国后 白雪性情大变 开始威胁阿月 你要是敢去和那家伙约会的话 我说不定会做出一些 过激的事情 蒙香正在等阿月来这里 这时白雪闯进了房间 她一把掐住蒙香的脖子 要是没有你 阿月就是我的人了 蒙香被冻得一个机灵 灰尘反抗 没想到白雪整个人直接裂开 原来她竟然是一个冰人偶 白雪的手变成一柄冰刃 她要杀了蒙香 小姑娘竟然是个病骄 她能操控冰雪 认为阿月和自己思维相同 一定能理解自己 白雪想留住月银的心 关键时刻 胡梦带着蒙香杀到了现场 白雪操控冰雪 要杀掉妨碍自己的俩人 这时阿月挡在她的面前 瞎说什么 我有朋友 红颜知己就三个呢 白雪听她这么说 心瓦凉瓦凉 大喊一声渣男 随后她消失不见 这时三人脚下的冰层突然断裂 小胡老师盯着路过学生的寻摆看 见远处独自哭泣的白雪 她走上前问发生了什么 随后班主任匆匆赶到新闻部 她告诉众人 白雪将小胡老师打成了重伤 老师们都认为白雪性格有问题 不应该来学校读书 白雪要是被找到了 一定会被处分开除 阿月认为是自己拒绝的太过分 伤害了白雪 她决定自己去找白雪道歉 这时森丘走进办公室 她拍到了一些东西 此时的白雪正在海边自闭 阿月直接跑过来 叫白雪跟自己回去 给小胡老师道歉 现在还能免于被退学的处分 白雪十分失望 猥亵白雪的照片 老师挨打是白雪在自保 月音这才知道 是自己错怪了白雪 但白雪内心的愤怒已经失控 她让冰人们将众人冰封起来 可此时她脚下的冰层断裂 白雪一脚踩 好在阿月眼疾手快拉住了她 她告诉白雪 之前的自己也很孤单 但在学校待久了 就交到了朋友 要是白雪愿意敞开心扉 他们都想和她做朋友 这时白雪幻化的冰人包围几人 白雪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分身了 蒙香见阿月有危险 立刻冲了过去 月音伺机摘下她脖子上的十字架 遇见蒙香出现在众人眼前 仅凭一抹妖气 就将冰人们全部炸裂 遇见蒙香拽起俩人 白雪说让她死了算了 蒙香一脚把她踢得老远 要死这种话 努力活过了再说 白雪奄奄一息道 谢谢您累 没摔死 差点叫您给踹死咯 不过经此一战 学女也算是加入了 新闻部这个大家庭 众人将拍到证据的森丘夸了一顿 正在她得意的时候 一打女更衣室的照片落了下来 狗改不了吃屎 森丘又被仙童和胡梦暴打了一顿 数学课的老师波涛汹涌 阿月注意力没法集中 果然考试成绩一落千丈 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学分 变得雪上加霜 蒙香本想给她补习 这时仙童冲了出来 作为年纪第一 这个重任应该由她来承担 白雪开学就落下了课程 于是也加入了补课小队 于是原本两个人的优惠 变成了四个人的狂欢 比起仙童的教法 阿月发现蒙香教得更清楚 而且笔记也做得很干净 一眼就能看懂 蒙香十分高兴 决定为阿月也做一份笔记 数学老师得知 他们的补习后很不赞同 认为这样的学习 最后也会沦落为玩耍 他决定自己亲自教阿月学习 胡梦不喜欢数学老师 主要感觉他的气息不对劲 不过阿月却想起了 考试过后就是暑假了 为了度过一个美好的暑假 他决定拼命学习 阿月前往办公室 谁知老师竟然穿着 他决定了数学笔记 奇怪的是 经过老师调校的阿月 如今他满脑子都是数学公式 理工男的脑子没有爱心 所以他直接无视了蒙香 这时数学老师却让蒙香 不要拿这些东西蛊惑阿月 他成绩之所以这么差 都是拜你所赐 蒙香十分难过 难道阿月的成绩不好 真的是因为他吗 都怪他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扯远了 总之蒙香魂不守舍 但他还是决定替阿月做笔记 此时的阿月 心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他要努力学习 成为人上人 此时的老师正骑在阿月身上 蒙香听见阿月的惨叫声 立刻追到了教室 好家伙 老师竟然在用蛇尾 抽取阿月的精力 蒙香被老师打飞出去 阿月被老师当玩偶摆布 正当蒙香束手无色之时 白雪赶来 将周围冰封困住老师 他叫蒙香去救月音 蛇腰推倒旁边的灯 很显然他知道学女恐惧火焰 蒙香置出灯下 但这激怒了老师 蛇腰尾巴一甩 把蒙香击飞数米远 蒙香为月音做的笔记甩落 蛇腰甩尾 将笔记本搅得粉碎 然后用尾巴勒住了蒙香 跪笑真是师德风范 十分出彩啊 这时被操控的阿月 见到了纷飞的笔记 上面有蒙香写着的 一起加油 阿月瞬间清醒 见蒙香正被老师勒住 他一边道歉 一边伸手去抓蛇腰 这时他扯掉了蒙香的十字架 释放出了他体内欲解 高傲的吸血鬼飞起一脚 直接把蛇腰给干晕了 最终期末考试 阿月在蒙香笔记的帮助下 成功拿到了好成绩 暑假新闻部组织 去人类世界搞合宿 随着公交车穿过节线 久违的家乡小景出现 阿月激动地冲外面大喊 爷回来了 学女等人一脸茫然 怎么阿月说的 自己好像是人类一样 阿月这才想起来 自己伪装的身份 蒙香赶忙解释 阿月以前在人类世界生活过 还好蒙香反应快 不然阿月的秘密 就被这群妖怪们发现了 他们先去了一趟海边 泳装美少女 情敌相争打排球 阿月你好大的福气啊 这时阿月发现 山崖上有向日葵花园 几人进入花园后 暗处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俩人 这里被外人称为魔女之丘 据说经常有人 在这片地方神秘失踪 路过仙童的情侣这样说后 他有些扭捏 难道这里真的有魔女吗 胡梦调侃他 你这童族有点坏啊 还诱拐人类 仙童生气地给了他一点盆 用魔法的这一幕 被魔女看在眼里 他向头领汇报了这件事 头领要求将仙童带回来 深夜仙童想来花园试试运气 魔女刘飞也来到华海 他上去就和仙童认亲戚 刘飞告诉仙童 人类大肆破坏土地 所以魔女准备毁灭人类 这时阿月过来找仙童 还没等仙童给刘飞介绍 刘飞见到阿月目入凶光 召唤出石人魔花 要将阿月吃掉 仙童拦都拦不住 只见刘飞控制了石人花 朝着阿月凶猛的武石 仙童召唤纸牌 斩断了石人魔花 刘飞十分失望 见仙童站在人类这边 他决定痛下杀兽 刘飞一挥手 无数石人魔花出现 将俩人全部绑了起来 仙童意识到 此前失踪的人类 恐怕都是这么被吃掉的 在他力量即将耗尽之前 想起了胡梦的话 嘿哈 库罗牌 我以主人之名命令你 仙童用出了小鹰的技能 他一下就倒地了 看着贴贴的对象当场去世 女主立马黑化 他仰天长笑 女主自己冲破封印 召唤出玉解形态 白雪和胡梦见状 双双暴走 伤害了阿月的都得死 此时赤红色的光束直冲云霄 庞大的魔力 直接将刘飞轰晕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 几人将他团团围住 哟 你醒了 起来饮茶先 就凭一杯茶也想收买我 至少得两杯吧 不吃家糖的我不要 几人想知道魔女之休的事情 刘飞告诉众人 我们小日子过得好好的 与世无争 可有一天 开发商突然过来强拆 这种强拆的人杀了算了 他越说越戏愤 毕竟离开魔女之休 刘飞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阿月一听 所用他去妖怪学院读书 这里师资力量强悍 教师拥有良好的师德 学生绝对不会随意袭击同学 更不会抽取同学的经济 校园里个个都是人才 阿月超喜欢这里的 刘飞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他觉得这些人似乎也不坏 刘飞趁着他们熟睡之际 他离开了这个小队伍 回到了领主的身边 没想到领主以为 他变成二五仔了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捆绑play 几人发现他不见后 四处寻找 谁知黑化的刘飞突然出现 操控触手将众人 全部绑了起来 笑死 刚跟领主学的技巧 赶紧拿出来 让姐妹们过过瘾 他本想和众人同归于尽 几个小姑娘一听 我这青春年华 怎么能说死就死 纷纷放出之前独条的大招 振脱了束缚 只有女主是真的蓝条青空了 阿月在漆黑的森林中 寻找着萌香的踪迹 终于他看到了十字架的光芒 摘下十字架 预解萌香爆发 所有食人魔化的攻击 全部被女主躲开 他走位风骚 瞬间出现在刘飞眼前 抬腿一脚 正中他的面门 仅仅一脚 把刘飞送回了快乐老家 毕竟是真魔女 而不是中世纪的假魔女 刘飞坚挺地站了起来 只见他再次召唤奇怪的植物 预解萌香也被绑了起来 刘飞大喊 这就是领主的愿望 阿月的视线 落到了远处的屋子上 嘿嘿 泉水被我发现了 这时藤万划破了阿月的脸颊 预解萌香十分生气 当即正脱了束缚 让众人保护好阿月 自己一跃而起 踹中刘飞的腹部 阿月说要去找领主大人谈谈 红颜知己们纷纷给他开路 阿月靠近房屋后 发现这是被树藤缠绕的复古老宅 他走进去 想请求领主放过刘飞 然而房间内 除了一面镜子啥也没有 这时他才明白 刘飞看见的全是幻觉 他砸烂了玻璃冲出大门 此时众人都被植物团团包围 预解萌香更是被刘飞倒掉 该漏的不该漏的全漏了 这是截至目前为止 预解萌香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阿月跑回告诉众人 根本没有什么领主大人 刘飞口中的领主早就死了 这时刘飞想起了 领主离世前的记忆 原来刘飞在面对 如同母亲的领主叙事后 陷入了深深的执念 他的性格就发生了扭曲 便诞生了另一个领主的人格 一直在催眠自己 杀死人类才是正确的 他不愿接受事实 使用了禁术 把自己变成了植物妖怪的形态 此时的刘飞显然已经暴走了 拿到法上的仙童帮助胡梦 把力找变了出来 变异后的刘飞正在吸食 蒙香的鲜血 他拥有了和预解蒙香一样的力量 这时仙童设计将刘飞的眼睛挡住 白血抓紧时机 将蒙香救了下来 掙脱后的蒙香 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飞起来一脚将怒气 刘飞变异后的虚体爆炸好 他想起了领主大人的嘱咐 随后整个人开始崩塌 核素结束后 森丘竟然抱着刘飞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在海边捡到了她 刘飞似乎被某个东西保护了 此时的刘飞还沉浸在美梦中 第二学习开始了 阿月在暑假竟然没有回家 哎 果然是有了老婆忘了妈呀 新闻部的众人 决定将魔女之丘的事情写成报纸 对于妖怪学院来说 这可是爆炸性新闻 可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准备发报纸时 这时另一个新闻部 抢了他们所有的风头 超新闻部 他们不但采用了彩色印刷 甚至还放了色色的图片 胡梦说他们的社团不符合规则 二年级的学姐却说 超新闻部是学校特批的部门 并且提出用内容决定胜负的说法 班主任也无可奈何 因为超新闻部说了 谁家的报纸无聊 就取消谁家的资格 森秋在偷拍的时候 正好撞见刚成立的超级新闻部长 走进学校的公安委员会 哦 原来是官商勾结啊 难怪超新闻部形势如此嚣张 正当胡梦刚穿女服装 决战比拼时 森秋阻止了他们 作为过来人 他告诉几人 公安委员会是专门用武力 维持学校秩序的部门 打着公平公正的喜好 私底下却实用武力 对普通的学生实施敲诈勒索 这次他们明显在针对新闻部 去学校检举他们 森秋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几人 千万不要这样做 并嘱咐他们把剩下的报纸烧掉 因为公安委员会实力恐怖 身为部长的森秋下达了命令 他们只好听命令 眼看就要烧了报纸时 学姐竟然跑了出来 疯狂嘲笑他们 甚至公然挑衅 说森秋没种 然后学姐化身洛心腹 副部长出六条蜘蛛腿 反手将阿月绑了起来 我去 小别人长得可真东西 吴梦看着就个硬的慌 学姐震怒 会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就是跟狗玩 她一生气 带上公安委员会的袖章 美其名曰 清理学校的垃圾学生 胡梦被捆住 学姐的几个小跟班化为原型 嘻嘻哈哈地表示要吃掉她 白雪放出冰柱攻击学姐 女主的人也匆匆赶来 先同释放魔法给女主垫脚 女主踩着铜盆一跃而起 坏消息 阿月的手没够着 好消息 她扯掉了蒙香的十字架 我算是看出来了呀 有事御姐上 没事上御姐 啊不是 没事 蒙香来 御姐女主出手 救下了阿月 胡梦叫她也顺便捞一把自己 这点小事还要我出手 你不是很有吗 对蒙香这么一说 胡梦气急败坏 挣脱蜘蛛学姐的猪网 学姐张嘴吐出白丝 对着女主无能狂怒 就这就这 在我们公安委员会队长 九要大人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蒙香听后说 关她屁事 伸手开始卷蛛丝 学姐根本反抗不了 硬是被卷到憋去 蒙香把她拖到身边 一个高抬腿 这么喜欢玩蜘蛛丝 这辈子就待里面吧 竟然被裹成了一个大棉球 阿月觉得公安委员会太过分了 她必须要出报纸 好好批判批判这些家伙 让同学们都知道 公安委员会的黑暗 势必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众人都拍手叫好 殊不知此时 九要已经盯上了三丘 啊 是森丘啊 那没事了 乖学生被勒索 坏学生被当作示威工具 就连情恶霸游泳部的部长 也得老实交钱 这些画面都被新闻社拍摄了下来 但是他们还差一些详细的资料 白雪却找到了机会 让应援团去跟踪公安委员会 但是对方似乎也遭到了委员会的威胁 连社团也被摄影部霸占了 无奈 阿月等人只好自己去调查 殊不知 委员会的人已经发现他们私下的行动 于是在上课期间 酒药等人找上了门 开口就说阿月有视人类的嫌疑 你会不会说话 你才不是人 阿月虽然想喊 但在妖怪学院暴露真身 就是老兽心上吊 找死啊 胡梦说酒药在胡说八道 酒药目露凶光 害人的妖气震慑了胡梦 见他还想辩解 于是开口就说 妹子们也有嫌疑 利用清理学校治安的借口 把他们抓了起来 酒药认为森丘不敢反抗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仙童想救他们 却被孙丘拦了下来 劝他先冷静下来 为了让阿月承认自己的身份 委员会给他看 同学和老师的口供 体力差 还有人类的息息 就连小女友遇上危险 也从没变身救过人 甚至连胡梦等人 都被问得哑口无言 知道原因是人类身份的 只有萌香 他死活不肯承认 委员会便用真水来威胁他 不仅如此 后营会三人遭到了毒打 他们供出了 阿月十分可疑的消息 这时阿月听见 萌香的惨叫声 目的就是逼迫阿月 承认人类的身份 萌香说自己受伤无所谓 但阿月不该承认身份 胡梦气死了 上去对着他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阿月想替萌香解释 可俩人气他隐瞒真相 根本不搭理他 俩人因为不知情被释放了 萌香却被判处包庇罪 至于阿月 委员会一致决定判处死刑 俩人垂头丧气地回到新闻部 千通立刻问他们情况如何 胡梦苦笑 难怪萌香喜欢阿月的鲜血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阿月是人类 只有他们被蒙在鼓里 几人都觉得被蒙骗了 三秋劝几人不要多管闲事了 胡梦却十分犹豫 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人类 这时委员会公开广播 要押送阿月前往刑场 公开处刑 学生们议论纷纷 在人类世界读过书的学生认为 委员会的做法实在是过激了 却遭到了委员会的惩罚 阿月即将被处刑前 班主任被叫去了理事长办公室 牢狱中 蒙香不停扒拉十字架 却无济于事 挨我去 这理事长不是神父吗 他让班主任不要管处刑 你小子老实说 是不是报复阿月啊 阿月可以坦然赴死 但他让九幼放过新闻部的同学 可九幼开口就是 OKOK 那我就不给他们痛苦 瞬间秒杀就好了呀 阿月震怒 你个龟孙 白雪坐在阿月救他的海边 回忆他们的过往 七黑的乌鸦告诉俩人 现在该报恩了 与此同时 胡梦身边也出现了一只乌鸦 蒙香的十字架也被激活 牢笼被解开 当蒙香出来后 他才发现 乌鸦原来是刘飞幻化出来的 胡梦上去给了他一个嘴巴子 之后的事情先搁置 他们要先救阿月 九幼放出妖火焚上阿月 这时白雪的兵封住了火焰 九幼问几人 想效仿三秋反抗自己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三秋曾揭穿过委员会 却被他们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新闻部也一学不振 九幼打算彻底铲除新闻部 于是一场战斗拉开了畜牧 欧王鼻暖的学生看得热血沸腾 也想加入战斗 阿月被胡梦和刘飞带到了安神的地方 九幼立刻追了上去 白雪替蒙香开路 蒙香道歉后 赶紧朝阿月的方向跑了过去 阿月搔了搔头 他还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一团火焰刺穿了阿月的心脏 弥留之际 阿月说 很高兴遇见蒙香和小伙伴 希望他能在九幼手下 保护好伙伴们 说完阿月用最后一点力气 扯掉了蒙香的十字架封印 随后了无声息 金红色的强光冲天 发怒的预解蒙香 一脚将九幼踹飞 然后搂住八分熟的阿月告诉众人 趁着还热乎 他准备把血液注入阿月体内 胡梦一愣 吸血鬼具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说不定真能让阿月起死回生 九幼去化身火妖狐蹦了出来 他利用火焰化成的尾巴 旋转释放出冲击波 正当众人毫无防备的时候 森秋用身体挡在了最前面 同为S级的妖怪 九幼实力不容小觑 森秋半死不活地倒地了 然而九幼准备发起第二波攻击时 几名红颜之急挡在预解蒙香面前 他们不怕死亡 只希望蒙香能救护阿月 见他们如此付出 蒙香点头 咬住阿月的脖子 开始注入血液 在火妖狐面前 几人的攻击不痛不痒 仅凭妖技却将白雪击飞出去 胡梦接手白雪的攻击 几人决定使用车轮战 小子和刘飞联手 召唤魔法牌想困住九幼 九幼冷笑 屈屈废止根本不成绩 谁知卡片只是伪装 被燃烧后 他瞬间变成一只黑笋 将九幼的眼睛击伤 九幼吃痛地解放了自己的最终形态 庞大的魔力从他手中释放出来 轰的一声 巨大的核爆出现了 煞石 学校结界都被撼动了 不过胡梦等人并没有太严重 原来白雪用尽最后的力量 划出一堵冰墙 阻挡了他的冲击波 打得倒飞出去 九幼决定使用烈焰 把几人一起烧死 就在大家以为阿月死了 生无可恋的时候 他却抱着萌香站了起来 诶 没想到吧 也会炸尸 九幼难以置信 被他的火焰灼烧后 肉身竟然还能复原 不爽的九幼决定展开屠杀 这时一只装死的森丘 支吻了起来 他突然从后面抱住了九幼 遇见萌香趁此机会 一跃而起 360度回旋梯 直接把九幼脑挂子干得嗡嗡响 爆炸散开 同学们也赶来了现场 班主任突然开口夸阿月 真厉害呀 竟然打倒了九幼 这样一来 阿月绝对不是人类 同学们也为了恶霸倒下而欢呼 阿月发现 自己完全喜欢上了萌香 不管是欲解模式 还是温柔模式 俩人浓情蜜意 眼看就要亲在一起了 胡梦等人一窝蜂冲了出来 萌香作为对跌 打了一整计的输出 你们就不能让他亲一口吗 胡梦可没打算 将阿月拱手让出 一群女孩子们 又开始争夺了起来 心可以 不能厚此薄彼啊 阿月一看 好嘛 又深陷修罗场了 哎 受欢迎的男生 就是这一点不好 干 你在此处不要走动 我找个板砖过来 准备上位 十字架与吸血鬼 第一季完结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多多点赞评论哦 小白已经在拼命爆肝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